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确了 就是要培养年轻人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篮协 这就是姚主席在目前的这个想法 同时我觉得也是给杜丰 给李南两位国家队主帅 这两位年轻的少帅最大的任务 就是让年轻人尽快地成熟起来 尽快地能够稳定起来 为中国篮球的未来储备更多的人才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任务 体现了我们现在中国篮球发展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没错 而且确实在之前 像去年包括一系列的亚洲杯 包括一系列的赛事 就是在这一支国家难乱当中 我们看到像吴钱 余德豪 成长确实非常的迅速 而且两个人自从经历了这个国家队的历练之后 我们看到吴钱已经成为国内拔金的本土球员了 对 这将冲鲁银行的当家球星 没错 冲鲁银行他的得分排在本土球员的前五名 非常非常的出色 已经成为了整个CBA联赛当中最为出色的本土球员 就是以前吴钱大家知道 但是没有想过是这么出色的一个球员 那这就是主教练 这就是中国篮鞋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篮球 给了他这样成长的空间和一个卧土 尤其是说这些球员 他经过了国家队的洗礼之后 对他自信心的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 长林这头发不错 发型非常的精神 根根竖直 左左向上 上来就不把冲钢了 对 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对 很有火力 四五度角的一个挡拆 做夏顺 整个基地球 整个这一系列的传奇给的都是很漂亮的 对 配合还是相当好 伊朗队这边不无奈的一犯规 第一次进攻来看 中国队整个的这个战术 还是布置的很流畅 一两队的防守 身体的对抗给的还是非常强 对 就从一上来的这两次 一次犯规 一次在逼你边线发球的时候 整个身体跟得这么紧 切得这么狠 身体对抗非常的强 好球 漂亮 还是身体出色 对 在这个强度对抗之下 还是身体对抗更出色的长林 所以现在是找到了进攻的节奏 没错 你看长林也属于国家队的年轻面孔 对 新鲜面孔 但是一上来作为守华球员 打得很稳定 对 很老练 适应这种身体对抗 中国队这个开场的阵容 我们看 这个三名这个后场球员 几乎都是可以去担当一号位的这种 宇多豪 阿坎 还有吴钱 闭一下吴钱这位置 防守还是非常的努力 对中国南来来说 这些年轻球员 我们说防守要看态度 也是最容易抓起来的位置 做一个换防 这边伊朗队打挡拆好球 小打大 对 很快 其实从实力分析来讲 我们可以说这支中国南篮 他们是可以讲实力不如对手 没错 这是一支一阳队的主力 对 我们可以说四分之一的国家队 对 整个的 就少了一个哈达迪的一阳队 那么其实从这样的一分析 中国队可以这些年轻球员 没有任何思想包袱 而且这几年的热身赛 对于伊朗的整个战绩来讲 我是负多胜少 那么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 真的是放开手脚 这又是一个团队犯规 对 这应该是一个 裁判没有给围体 对 因为还没有形成对球权的控制 这球如果你形成对球权的控制 那这种情况下一定是围体 因为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对 两个人是在争夺球的一个状态 对 这球可兰也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对 知道先去挡你的路线 而不是先去找球 我先把你路线挡住了 迫不得已 你就只能犯犯规了 确实他这也是比赛经验的一个体现 这开局长林的进攻还是很果断 好的鞋房 好球 一两队内传内 这球有了远远 对 其实中国人在这个地方轮转已经不够及时了 对 其实出了一点点小的这种瑕疵 但是好在其他人够积极 加上对手一个犹豫 对 撒基安的低位还是非常有力量 你看篮板球的冲抢能力相当强 防守逼得很大 对 作为长林来讲 刚才去做协防 提前对队友的一个掩护之前的呼应做得非常好 这球是边线空的 这两队的球周转那个很好 确实是体现出了一支成熟球队对于这个比赛局势的这种把控 这球传切之后 其实可以把整个战术再延续一下 吴贤这位置跑了一半折回来了 这一停把防守人带过来没带走 其实你要是延续下来到底角 比如说拉回来 从外线再切一下 弱侧底角 余德豪真就空了 又很果敢的一个三分 很漂亮 这个我们看开局应该说 可以说是三后卫的一个打法 余德豪跟吴贤在外线的发炮 两个人都有投中三分球 进攻犯规 而且余德豪跟吴贤两个人都属于进攻范围比较大 投射能力比较强的 对 而可兰也是属于一个三分投手 但同时可兰是偏中防守的 对 在这一点上 其实可兰和周鹏以前是很像的 就是最早是以防守兼兵的这种形象出现 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 但后来进攻观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年轻球员成长的一个规律 一个轨迹 上下我先可以防住对手 在我这个位置在防守上先不失亏 那么进攻 可以去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感觉 不知道这个发型也蛮精致的 刚刚剪的 不知道平时还是比较注意 自己的外形 本身颜值比较高 那么又比较注意自己的 可能也代表了现在咱们中国篮球的 一个新一代的教练的一种形象 康林外线又是一次发炮 康林其实也是有三分投射的功力 两个人抢到一块 这些头没有能拼到 看伊朗队的转换进攻 前场迅速形成二打一 这个球呢也反映出来 中国队在退防过程当中稍稍有点慢 大部分集中在中线的时候 突然伊朗队这球直接长传到前场 对 它球上得比较快 只有康林一个人推到篮下 伊朗队是一个拔进以后 一个全场的人盯人 那么对看来也是好有准备 好了 若策的转换 外线又空了 其实机会出来就好 那么机会出来以后大胆去投射 那么投进投无尽 就是有一个命中率的问题 这次夹击又非常漂亮 反击 现在可以起诉 目前外线的三分 漂亮 虽然连续两次 外线都没有投进 但是机会出来以后 我们中国队 不光年轻的小伙子 出手非常的果断 虽然连续一方一做得不错 虽然连续两队的前掌篮板拼抢是比较凶快 这次是吹了一党队的一个阻挡犯规 中国队是前场接外球 然后中国队在侯卫线上调整了 关上了这应该说是现在是吉林队的 高树岩 我们看到中国队应该是罚球之后 有可能做一个防守的变化 长林没有去前场篮板 已经退到了后场 如果滑进了之后 我们看来东队也是一个全场的 人定人的紧逼 虎球抢得不错 好球 防守质量非常多 对 漂亮 好球 转换进攻直接一次爆扣 对 这个防守做得非常的出色 一前之后在中线附近突然的包夹 对 虽然说刚才这个球是长林抢断的 但是刚才跟有球方有球的 以及方无球的两个外线 积极的拼抢 给予一两队的压力 就是直接的关系 没错 就是有三到四名球员突然之间在中线 变换了一个防守 利用中线形成一堵墙 把你们三个给堵在这了 是 就这种防守的突然的变换 是让对手容易措手不及的 我觉得这是 就是现在中国南篮需要 很多防守上的变化和强度 没错 这球是险些失误 连续的强土造成反归 中国队现在打得很硬了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地方 没错 我觉得这成林 而且这个应该是一个右腿起跳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天赋 左腿右腿都可以去起跳 因为我们打篮球都知道习惯 右手的球员是习惯左腿起跳 没错 就是肾步 对 肾步了 是 肾步一般不协调不舒服 跳不起来 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长林的这个协调性 你看从这个扣篮是可以体现的很完美 可莱很激紧的抢了一个前场篮板 对 好球啊 漂亮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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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对 他这个球我觉得整个一开场 那么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处理的是非常好 一直也没怎么拿球 我们刚才这次进攻完全是战术被破坏了之后 非常坚决过断 第一次出手 工队现在防守上的呼应做的 对 美中部族就是这个后场篮板如果再能保障好一点 上了高尚 李渊宇 对 大范围的欢迎 这是红演戏的 对 中国队应该也要注意对方罚中球后的这种 防守变化 刚才因为第一次罚完球以后 美中队是忽然换了一个全场 一般在这个 罚完球以后要变换防守的时候 会给罚球这个球员造成一定心理影响 我想好了我罚完球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防守 那样罚不进 容易分心 对 罚不进之后呢 其实你前面的布置就可以说 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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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拉得太高 离咱们先太远了 那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掩护 这一次 我们队应该是 看三秒 对 伤头 小汉进攻 速度非常快 对 中边 漂亮 八辣米这球传得是真好 是 篮板球 这段时间篮板球 稍微的有点改善 对 踢过来还是大等差 加急转移到弱侧 高上 高上两次出手 都显得自信心不是很俗 一打一形成的快中反击 好球 二加一打进 确实 刚才上场 他需要在场上 找一个比赛的感觉 这个阵容的对抗性 不如刚才的胜划阵 对 没错 这是实话 尤其是在后卫线上的经验 高时延也确实跟吴前 有些差距 好吴前又回来 场上始终要保持两名后卫 但是吴前下场以后 中国对这个进攻节奏 有一点被对手逼得 整个这个外线扑得非常大 看到吴前上来以后 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进攻区 去发动配合 那么这也就是 你看我们刚才说 吴前下场之后 那么中国对进攻 有一些小的变化 中立现在一号位上 这个点 确确实实对球队的影响 是非常大 对 可能要真正有一天 两阵合并的时候 在一号位上 最终有可能会出现的 首发或者说 最主要的球员 目前应该都不在 这个阵容当中 对吧 对 对 防守做的确实不错 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国家南篮在集训之后 目前展现出来的 在防守上的这种变化 无论是强度 专注度 还是包括它的变化的 这种多样性 都是有所进步 没错 尤其对球的这个攻击性 已经形成了 两次比较有效的抢断 直接形成反击了 其实从防守的 这个强度上来讲 也能体现 这个年轻球队的 这个招气 还有这个场上的斗志 在职业成下当中最好的一个阶段 对 对 除了是年龄 重启性的运动能力 经验 鸿晋的一个时期 也是准备 我们看到没有中锋在前场去冲响篮板球 也一起想做一个防守的变化 本跑 李源宇稍微慢了一步 这个球 弱侧的协方 其实已经放得非常的大 如果再提前一步 这就更好 这个轮转 中国队轮转做得不错 对 就是篮板球还要控制得更好 确实大范围轮转之后 在行程篮板球之后 在顶人的这一个细节上 需要这些年轻球员 在不断地 在通过比赛再去提高 篮板球确实是一个软肋 目前我们看到的 5比12的篮板球 伊朗队这边12次篮板 对 同类只有5次 这是一个 需要去想办法再提高的 无论是打丁人 你做轮转 还是打连房你做这种 更有效的一个弹性的变化 能张弛有多 能出去又能回得来 这都想办法 你要提升你的篮板球的保护 对 目前来看主要是轮转之后 到位率还是不错 但是发生投篮之后 你去顶人 那其实也跟中国 各位现在目前厂上的身高 也有一些关系 那么可能我球快 放弃了一些身高 但是要需要利用脚下的这种 快速的移动 去抢到有效的位置 中央打平了 阿斯兰尼 阿斯兰尼的两个罚球 罚进之后 双方16平在第一节 还有1分钟的时间 您可以提到高位 看一下 做一个底线的 漂亮 这个被掩护之后 直接插到了底线 没错 这个球动人动 这个配合打的真是非常的巧妙 当所有注意力的时候 都集中到吴钱的时候 在底线 这个掩护出现机会 而且还能够第一时间传到 尝得不错 又是篮板球 对 篮板球又是 这事换人了 吴钱也是积极地在绕前 抢得真积极 造成了对方的失误 目前真的是今年给我的印象 改变还是非常大 其实去年在国家队当中表现 包括在亚洲杯的时候 感觉他是一个年轻 但是很有胆略的一个球员 对 很有信心 没错 进攻端非常好 这个赛季看他在CB的表现 也是感觉进攻火力很好 很有信心 大家看现在国家队 他的防守 他的这种聪明和他的坚决 也非常 尤其是刚才那次小防大 对于一个好的球员来说 你必须要有出色的防守能力 对 你的进攻能力再好 你也一定要有出色的防守 对 尤其是刚才中国队在篮下 形成了这种换人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个防守已经失败了 小防大在篮下 利用自己这个 很聪明的脚底下的移动 造成对手的失误 在美国队里 尤其中国军队 篮球包围 莫强 许孟军可能是应该是 也准备要上场 对 那么 我们看到中国队 在场下还有一个叫 刘雨轩的 因为我曾经带过他 也是一个2米10以上的球员 就是 入选过国家青年队 这次也能够入选到 中国队这个球队当中 我觉得对于他 信心的提升 真的是 很有帮助 对 他也是2米10 那么也可以打风筝扣篮 有一次训练当中 他说咽到我也可以了 真的是单脚起来 这个玩一个大风筝 2米10以上的大风筝 球队 学章线队非常好 对 还是轻轻 所有人训练得好 对 就是当现在有了 这种新的国家队的 组建方式之后 当有了李南 有了杜丰 两位国家队的主帅 对 有了两个 这个年轻的阵容 两个年轻的这种 教练团队 对 有了更多的机会 给这些年轻的球员 要不然你想一个 就是可能职业联赛的经验 都 没有 对 都为零的球员 你更不要说 国字号的经验 能够直接进入到 这样的体系当中 对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 就是见识的增长 对 对抗性的提升 包括这种眼界的开拓 经验的积累 自信心的巨大的提升 没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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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道跟弧度像是能扔到 但是就不知道准头怎么样 这样呢 首阶比赛结束 双方对抗性各方面还是打得不错 而且很多年轻的面孔都在场上出现了 第一阶就是大范围的换人 这么多的年轻球员大范围的换上来之后 和这支应该说几乎是全主力阵容的伊朗队 现在对抗成这样 我觉得至少从开局来说 还是比较满意的 尤其是在防守端 进攻端双方都不错 防守端中国队做得很出色 篮板球再保护一下 那就完美了 对 我们稍时休息 好了 欢迎回来 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还是请严日导帮我们 稍微地对第一节比赛 进行一个疏离 定性的这种分析 对 我觉得中国队 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那么开局的这种防守 以及在进攻当中 对对方高强度防守的这种适应 进攻的这种组织真是有条不紊 尤其是说我觉得在防守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到 至少两三次这种抢断 形成了有效的反击 其实打的对手 其实有点准备不足 那么我觉得美中不足 就是我们的篮板球 能如果后场篮板 再做得好一点 那么现在的比分 可能还会多领先几分 没错 就是确实第一阵容上来 给我的惊喜 就是对抗性如此的出色 这支球队在和伊朗这种 我们说西亚球队 一向是以凶狠而著称的 在和这种凶狠的球队的 对抗之下并不落下分 没错 让我觉得这支年轻球队 对抗性很出色 很惊喜 然后后边上来的球员 在轮转之后 迅速的适应 在防守端能做得很好 让我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和投入 让我感觉很惊喜 其实确实这一年 好球有中投 一年多下来 这两支国家难丸 给我们的惊喜都很多 无论说是这支 杜丰之道麾下的 这批年轻球员的成长 还是说李南之道麾下 那支球队 当时在预选赛当中 战胜韩国队 那一系列的表现 真的是让我觉得太 很多时候都让我觉得很意外 就是当国家队一分为二 甚至加入了很多 非常年轻的 稚嫩的球员之后 在面对韩国这样的 老对手的时候 在面对伊朗这样的 这种豪强的球队的时候 他们能打得如此出色 我觉得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敬客 没错 我觉得真的是 让我们意想不到 对 年轻又分开两边 那么实力又不能够 集中在一起 那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想 也就应了那句话 叫不破不立 真的是 这帮年轻球员 两支国家队 在两个 我们说一个是 原八一队的这个主帅 李南 也八一系的 那么洪远 两支王朝球队的这个球员 其实他们把自己 我们说两支球队的 这个防守的这种传承 那么带给 我们两支国家队的球员 他们真是在 抓住了这种机会 没错 既让我对这些年轻球员 充满了期待 又让我对这两位 年轻的少帅 我觉得充满了这种敬意 就是一年的时间 把这两支队伍 能调教得如此 只出色 是 就是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期望 我觉得这是真的让我很 见到这支 目前的这个 中国篮球这种状态 非常开心 对 而且这是我们很多球迷的 这种 一个共同的感受 一个新生 对 第二节我们看 中国队有主动球变 那么开局又换了一个 二三联防 对 但是这二三联防一上来 第一次守的并不是特别的成熟 对方 这个衔接位置 在四十五度角 这是最容易二三联防被破的地方 被对方一个中投 对 那也体现了说伊朗队确实是一支 有经验的球队 没错 面对防守的 好球 任俊飞的前场篮板 冲得很好 这样的篮板球要多一些 因为今天我们的后场篮板 已经丢了很多 对方扑得很大 连鱼 内线攻后转身 漂亮 照亮 左手上篮没有进 漂亮 对啊 真是啊 两个前场篮板 任俊飞 今天你别看不声不响 其实打得很积极 效力很高 对 巴格拉米视野确实非常的开阔 对 攻击力也很强 这个人本冲队对我太出色了 若冲两个人都收到了这个伊朗队的怀里 中国队这边还是频繁的调兵前将 对 这是好事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没错 我觉得杜鸿之老子他的特点 包括那一年执教CV的 就是他真的是可以特别大胆地 给这些年轻球员机会 对 非常好 用军外线出手 比他平时投篮的节奏稍微快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机会给他从底脚整个被切过来之后的掩护挂得非常的结实 对 这个战术是打出来了 对 四路路脚这位置非常的好 上来顶一下再去补防 尽管这个球对方投进了上线的防守稍微有点松 但是底线的协防意识还是很好 许鸿军我们在联赛当中他给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攻强于手的一名球员 那么现在看 进到国家队之后在防守先般在意识上 以及在这个选位和协防上刚才这个回合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就是年轻球员嘛 对 看到他的进步 对 就是你必须要立足于防守 对 只有这样教练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没错 有信任 是 你不像很多的球员说 我已经在联赛当中可能有三年五年 甚至于十年八年的时间 我已经证明自己了 就是我的这种防守能力是出色的 我的进攻能力是对球队有帮助 是 那你年轻球员怎么给教练带来这种信任感 就是我玩命的防 没错 通过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慢慢的这种信心的积累给教练 不止曲风军以前高货无钱 以前也给我印象也是就完全攻强手弱 好球啊 人居飞连续的篮板球 这个中投突破 刚才底线的突破 然后马上时间到了 就强投三分 这一段时间啊 人居飞表现得真是好 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 真是我觉得这一段 人居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是我的机会 真的是不声不响 做好自己该做的所有的事情 那么机会一旦来了 坚决果断 余德豪可能是鼻子出血 刚才把高贤又换上了 余德豪去处理一下 不会应该是联赛的老伤还没有痊愈吧 鼻子这位置是不是 去年联赛是给你戴着一个面具 一两队打的是真强硬 防守前面都已经扎堆了 还要往里应急 推土机一样推开了往里扯 确实我觉得这场比赛 目前为这两支球队都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这种特点 发挥地抢的中输 伊朗队真是打的这个节奏 有经验 机会把握能力很好 中国队确实我们觉得 体现出来这场年轻球员的这种拼劲 防守当中的这种韧劲 主要进攻伊朗队打的并不慢 好球 目前地井的一个绕前 上球很快 可惜了这个球没有能打进 高志岩的球上的是非常快 对 我觉得许凤军真的是你别看 毕竟你博文靠经验太少 以前在老马身边打球 对吧 是 这个就是是一种风格 不一样的这种状态 总有老马给你输送炮弹 对吧 或者说你可能需要处理的解决的这种事情 要更简单一些 对 对吧 把球背得非常舒服 对 但是你进了国家队之后 一方面就本身还有点不适应 再有一方面你可能需要付出做的 和在以前俱乐部是不一样的 位置完全不一样 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准备 调整的怎么样 对 一个极好的三分机会 一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对 都没能打进 有点可惜了 也是年轻球员 城长所需要付出 我们就常用交学费 常用这句话来说 这样伊朗队连追了四分 不知道赶紧叫一个暂停 这段时间伊朗队其实主打了巴克达尔律 连续的取分 其实这一段时间伊朗队其实主打了巴克达尔律 连续的取分 基本上都是他在作为进攻的攻击点 所以中队在防守的时候也要更有针对形 也是在说孙冠军刚才那个球 上篮要硬朗一点 两位年轻的少帅 两个年轻的教练组 在这一年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经验的表现 确实都非常多 我觉得让球迷啊包括蓝鞋啊包括这个所有人 看的颜色都是觉得非常出色的 对 但是确实风格不一样 你看杜鲁岛就是很有激情 然后总感觉拿着一股劲儿我想冲上去给你们 对吧这种感觉 你看李楠知道呢就好像稍微儒雅一点 对 有时候他也他有时候也会很有这样的一种投入感 但是他能表现得更沉默一些 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和八一和这个宏远一直以来的这种风格 对吧 这种传承 不太一样 但是确实都是非常鲜明的特点 对 看一下高尚的伐篮 这边也是非常积极的 丢了球权再次抢回篮 高尚以前的进攻能力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确实在广东队呢 他的这种空间不大 对 因为广东队确实人才积极 尤其是在高尚刚刚从青年队上来的那个时代 没错 那个时候的广东队还是如日中天的广东队 还是人才积极的广东队 所以高尚一直受到的这种压力很大 以至于这么多年以来 他的自信心被磨灭了很多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但其实他真的是一个 就以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在青年队时期 在国庆的时期 你说的这一段话我是深有感触 就是你真的首先出场机会是很少 但是一旦出场机会 那么球队对你这一个点的需求都非常高 快速的推进发动反击 伊朗的退守速度是非常快 伊朗队的退守值得我们好好看 对 给到吴钱 顾顶的三分钟 三本球拿到 昌林 再给分出来 于得豪 换房小打大 嗯 伊朗队在分第一角机会 哇 哎呦 打得真耐心啊 太耐心了 哇 这球已经打到了五次传接球 我的天哪 这个 你们打得太耐心了 就其中有四次我都觉得 我都想说要出手了 对对对 可兰拿到就是第一角的时候 我就说准备 哎 船了 嗯 就说吴钱再拿到 我又要说船了 结果还往内线 还又要说头了 结果还往内线船 是 这边情绪要控制住啊 可兰 年轻球员有血性是好的 对吧 对 你要有这种狠劲 但是呢 情绪要不太 尤其是说在发生这种肢体接触 或者是说 就是头角的时候 你如果控制好这种情绪 不要这么别人套 对 要激怒别人 但是要冷静自己 对吧 但是不要吃亏 没错 看在防守过程当中 哦 他明显的巴克拉米 有一个会肘的动作 而且在这个位置上 去打掩护的时候 对方的动作确实很大 对 长林耶稟凶过去 马上就保护兄弟 对 是 以前我们 其实 两支球队的主教练 一往也都有这样保护兄弟挺身而出的时候 对 球队的一种风格 这也是 也是一种 对于球内 球队内部来说 很好的一个团结 说明这支球队很融洽 没错 大家愿意互相去帮助和爱护彼此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也是一种球队凝聚力的体现 但是呢就是说 还是要 控制住情绪 冷静的住自己 对 没错 你看到中国队现在换上了这个年轻的刘宇轩 刚才我们说过 没有CBA经验的一个球员 嗯 裁判还在针对刚才的这次冲突啊 嗯 来去做一个认定 看看是怎么来判罚 这是增加了场上的高度 好 看着面团就好年轻 是99年的啊 就是从身材 你看是比较单薄还是年轻 嗯 应该是技术暂停嘛 是 要商量的事太多 对 对 这样时间长一点也有利于双方更好的去平复刚才的这种情绪 真的有一个有限的事太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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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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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一个两发一致 还有一两队 就是前场第二球 防得不错 刚才刘宇轩一方一 防得还是不错 一两队很有经验 看来上了一个年轻球员 直接是做了一个一打一的战施 但是后面中队的轮转 出现了一件瑕疵 身体对抗是非常的频繁 兰白克跟巴克拉米两个人 还是火光四见的感觉 那么长时间了 那火气一人在 这边稍微的调整一下人 比赛中断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平复这种情绪 那干脆让你下来 全场几屏 对 这延缓了对手进前场的一个节奏 看 两本球出错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身高2米10的刘宇轩啊 下快攻制造了一两队无球防守人员的犯规 这就2米10它这么瘦弱 但是它有非常快的移动速度 约了好果然是鼻子破了 看塞了个棉签在里头 漂亮啊 这是任俊飞吗 这段时间是任俊飞时刻 对吧 从第一节最后时刻的底线的强行突破 然后到后边的补篮得手 对吧 到三分墙头 再到这边 二加一 无所不能 其实对于我觉得它第一个球 其实是一个考验 当战术整个被破坏掉之后 那么给你一个不是特别擅长进攻的一个区域 那么你去完成一打一 那么打进了之后 可能它对于自己的这场比赛的一个信心的提升 那是不一样 没错 得分上双 把这个换人两个人坐了 对 交接的不好 对 还是年轻 对 这是年轻 打的是真强 强硬啊 然后对抗之后 往出色的身体控制 巴克拉米 突完之后回敲到上限 左手的抛投 这球篮板球 下方给了一个24秒为力 巴克拉米一看 做出一个挑战技术录像的手势 你以为打联赛呢 兄弟 你以为打联赛呢 习惯了 来 再来 真是有信心了 对 好 加击 非常好 你加击了 深知道这个若策的机会在哪 是 有一圈漂亮 这篮板球拿到直接给任俊飞 再抢前场篮板 这时候再上进了 我感觉就喀灯了 连续突破分球 机会出来 余德豪再打 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 我觉得对于这个机会选择的这种耐心程度 也是超乎了我们想象 正常情况下还有一分钟时间 上不上比赛结束 中国队里边还有两攻一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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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任俊飞在进攻端不会这么的抢眼 但是无前确实一向进攻端 就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抢眼状态 没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是一个全场区域的防守 刘宇轩这次防得非常的聪明 直到对方对抗出色 那么到篮下 离靠篮拳还有一步的时候 忽然往后撤开一步 对方失去了中心 篮板球保护得不错 高尚把人顶住了 这样的话中文队要把节奏压下来 对 要把这一节比赛最后的这十几秒打完 对 不要给一两队再留进攻的机会 这好像还是控制了这个节奏 对 很成熟 还有8秒钟 对方犯规了 对方犯规了 罚球 到了犯规40秒 这样罚完之后应该就地要逼了 还是6秒钟 是 那两个罚都没中 今天中队这个罚球啊 也是稍微差了一点 是 剩一秒钟 能够出手 24秒时间 这个进入时间大 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 中文队是领先5分 防守做得非常出色 防守端 今天给我们是带来了相当大的惊喜 如果说篮板球和罚球在火线 也相当好 我们稍微休息吧 一会儿后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 一会儿见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为您带来的 2018中一国际南篮对抗赛的赛事转播 那么这个是属于中国南篮的系列日身赛系列当中的一场 中国队和伊朗队之间的比赛 这是杜峰之道麾下的中国南篮蓝队和伊朗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应该说上半场结束之后 双方打的还是很激烈 几度出现这样的一些火爆的场面 火爆的场面 火爆的场面 而且对抗相当的凶狠 对 那么对于上半场比赛 还是请颜云峰 颜日导 为我们稍微的梳理一下 我觉得中国队 这支年轻的球队真的是到我们眼前一亮 尤其是在防守当中 那么上半时面对这么一支成熟的一两队 在防守当中只是让对手得到了30分 那么以及在防守当中 我发现主教练对于这种防守的变化 罚球之后的全场紧逼 以及半场的二三联防 那么加上球员 在方丁人的时候 人丁人的这种轮转 就是非常的积极 那么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尤其是上半场 我觉得在第二节的时候 中国队在竞争当中 又是表现出来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 成熟和耐心 那么好的机会出现了 那么精益求精的这种 我觉得在战术执行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美中不足就是可能在篮板球 以及罚球上 那么可能还需要做的更加好一些 相反我觉得 一两队反而还有一些准备不足 因为从球队的实力 以及FB 这个世界蓝联的这个排名上 那么一两队应该是 还在中国队前面 尤其近些年两支球队的 这种热身赛的战绩 伊朗队应该是胜多负少 那么今天面对 这么年轻的一支中国队 伊朗队其实我觉得 它明显对于中国队 在防守当中表现出来的 这种攻击性 不是很适应的 没错 这种控制 反而没有我们中国队 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做得好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感觉这支中国队 有点陌生 有点不习惯 是 再一个我觉得 中国队真的是在上半时 杜峰指导是大范围的人员的轮转 每个人上场都是有所表现 比较抢眼的 我们可以说是 吴钱和任俊飞这两个点 这个球又是如出一辙 那么吴钱非常的聪明 长林上来做挡拆 防守人的这个注意力 都在防挡拆的时候 忽然转给了另外一侧的任俊飞 任俊飞也是抓住了机会 打进了一个鸭哨球 那么紧接着这个公关手的这个速度 又险些造成了伊朗队的失误 这个场上的这个专注度是明显不一样 裁判也是明插邱豪 对于德豪刚才防守当中的一个小动作 做出了判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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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伊朗队 是面对中国队这个非常激烈的这个身体对抗 明显是表现出来在情绪上又不是很稳定 你看到现在中国队五个小伙子聚在一起 虽然说是教练没有在叫暂停 但五个人聚在一起去沟通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嗯 李渊宇换下成林 27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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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半场接外球 看高尚和五千两个人去夹击这个接球人 3号 3号 4号 4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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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还是巴克拉米 球在篮下 两个人是完全无球的一个对抗 就是动作大 人阳马翻 目前认为应该是巴克拉米这个动作太大了 这边是余德豪非常聪明的一个车凳子 我闪开你 对方是失去了中心 马失前提 一两队的边线球 直接掉篮下 这球无前反应非常激烈 这个是给对手这种大粗暴的动作最好的回应 李元宇现在这边也是被裁判判罚了一个双方犯规 我在做动作的时候我要是真的是要全力以赴毛足路劲 但是说你裁判判罚了之后 不是比赛停下来之后 那么一定要是把自己的情绪稳定好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好像是一郎队这个球员 这动作有点偏大 有点锁猴的意思 就这个球 你别说李元宇这个胳膊肘要架开他这一下 你正常你要锁上我的猴 对 双方这动作都够大的 当然我们说这一方面也是因为确确实实伊朗队是一支精箭非常丰富很老道的球队 他很会运用这些小动作去挑起这些年轻球员的情绪和不稳定性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力度自己 就像刚才吴钱的那次抢断一样 对 这是对你们最好的活动 对吧 对 不要因为对方的挑衅影响到了比赛的这种专注度 嗯 吴先生应该也是直接把腿上的一个呼锯摘掉 成立一步 对方之后高上其实应该向上移动半步 那么去给对手做一个队友做一个接应 那么尤其是在吴钱突破 刚才应该可以说你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去独球去积极地寻找到一个空位去接应队友 这一段时间对手利用中国队队员啊就是可能情绪有点不稳定 而且不停地在跟对手找对抗的这种情绪啊也是在找机会打反击 所以确实伊朗队很成熟 看到了这几次进攻他们确实在经验上啊 很老大 很优势 对 要前走开 远远宇直接突到篮下漂亮啊 造成犯规 就是最后的终结这一下要是再稳一点就更好 对这个左手这个最后应该是再多伸展一点出手再晚一点点 效果就会更好了 对抗完之后 啊对确实这个高对抗之后啊能够制造了对手的犯规 好 欸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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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抢断你 我投三分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年轻球队的年轻球员能做出这种回应 真的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这是中国队 现在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漂亮啊 和前沙拉满球进 对 就是你 我们讲的说你打得合理啊 幸运女生都会是这个 眷顾你 对 就是这个球真的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这个战术执行的真的是非常的坚决又合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志愿者 这一首次呢 是我们来代表的二人迪邦 中国的篮 向上她的手指 学校的小朋友们来一起跟着男的宝贝跟随他们一起共同一下 坐起来 OK 大家一起坐 二人迪邦 中国的篮 向上她 好 大家一起坐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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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次感谢中国队队蓝队外卑20一班 中国的蓝向上看 来 来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人民有信仰 国家才有力量 来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信仰 一起奔起了战争 一起喊过来 中国队 加油 中国队 加油 中国队 加油 还是全场领防 非常有攻击性 我们看吴贤的这个方法 直接造成了对手的失误 就是吴贤现在攻守两关 这出色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李元宇出色的扎实的掩护啊 又造成了巴赫拉米的犯规 好 波赫拉米的犯规 都是飞过来的 他在压倒下了 这位技能的犯规 往外边的犯规 万能到今时他的饩厚 是于为了 那犯规 这次是虚度赫拉米的犯规 希望整好 这次看内容 比较適合 这次文献 她是中国人的 越浪队在这段时间 稍微有点失去了这种进攻的节奏和状态 而且这种传截球做的往往都比较貌视和随意 是 在这个激烈的身体对方下 反而先表现出来不适应的是伊朗队 在一个学生中国队 他刚才这次进攻我们看到虽然没有打进 但对手篮板球反击我们就地 那么就去风一船阻接应 那么还是把对方的进攻节奏延缓 到了半场他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 其实这24秒已经过去10秒 那么这真的是在今天防守当中 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方面 防守端的带动 让整个中国队进攻端会打得比较轻松和自信 因为我知道我的成功率即便不高 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控制住对方的得分 对 中转手应该打到现在了 伊朗队第三天只拿到5分 巴赫拉米的罚球也不进 伊朗队的整个罚篮命中率成功率都在下降 双手的变换 赵世元回来 体力是非常的充沛 双方反应这个犯规次数都够 是 还有最近一半的比赛时间 对 那个时候就要比谁在防守当中去少动手 减少犯规 只要一犯规就是直接送分 动力这边也是防守的变换就地 对 控制手的速度做得是非常的好 又是一个枪断 对 直接是 漂亮 漂亮 两人防守之下找到一条缝隙 一个欧洲步 对 这个一个加速减速 这个节奏的变化运用的是非常的合理 中转打了一波13比1 嗯 彻底给伊朗队打出了16分的分差 是 这真是我们赛前始料未及的 防守内线三人加击 然后迅速地突出来 对方又是一个失误 对连次连续两次失误 我想对方应该让巴赫拉米换下场 做一个调整了 那么刚才其实也是伊朗队在进攻 战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巴赫拉米停住了 好停 我一打一 结果失误 那么刚才又是一次 传球失误 果然是被换下了场 严与外线的源头 对手 这个犯规送给了对手 一个二加一 接着 Mo 打赫拉米换下场 高诗言不太冷静 对方也是一个全场的区域性紧逼 从这一次进攻当中 他就体现出来 其实整场比赛 中国队在给伊朗队做全场防守的时候 伊朗队我们就看 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是 我们用传球去过渡到全场 高诗言刚才是对于自己 个人的这种技术和突破 看来是非常的自信 结果突到了对手的怀里 造成了一个失误 这次进攻打的也是非常的耐心 还是要篮板球 好了 高诗言 好球 这一次真的是马上 高诗言调整得非常快 打到球以后 第一时间看到了快下的高上 那么球到 人到 这个也是非常恰到好处 他现在其实中国队又是内线和外线换人了 刘宇轩确实利用他出色的身高地盏 有移动速度 在外线防守对方的小个子的时候 也是能够一点都不去耽误事 好球 这个很可惜啊 踏到了脚上 脚球为力 男人 出色 别放了 只要改双 有能够 女神指导 第一 来 第一次女神指导 第二次男神指导 那就把吴贤拿回来 吴贤跟高世炎的混合 后面再拒击 好球 这次还吹了一个股肥铁 这次在半场进攻当中 伊朗对面对中国队这个防守的换人 目前也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那么确实中国队 今天在防守当中在半场 尤其是内线换到外线防守的时候 无论是李恩宇也好 还是刘宇轩也罢 两个人在外线防守的控制范围 移动速度都做得是非常的出色 还有到位 利用这个罚球的间隙 杜峰知道又跟自己的队员 临时做一些布置 抓住每一次机会 现在又是换上了陆文博 这样这场比赛 中国队已经达到了十人轮转 而且全都是非常年轻的面部 对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刘宇轩 我觉得是今天目前在场上的表现 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作为一个没有CBA经验的球员 在国家队也可以说是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 我现在场上这个阵容太年轻了 五秒为例 这一次确实对方的防守非常的严密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你这个球如果没有好的机会 你抱住球五秒为例也不为是一个好的选择 至少不失误不要让对方打反击嘛 没错 从防守的角度来说 这是更为合理的 对 那又是换人 你看现在 远宇在外线去防对方小哥 这一趋势对于内线球员的防守挑战非常大 终于有这种直接切下来 是 就像上半场 无前在内线防守对方的大个 利用这个脚步的移动 去绕前防守成功 我们又看到了这片 我们大个在外线防守对方的小个 一人的防成 还有是任俊飞 今天确实 对于机会的把握 中间能力是非常的强 我们防守 给对方那种压力 他们组织进攻 都是远离三分线 一米以外形成的掩护 这就是我们防守攻击性 给对手进攻造成那种压力 那么破坏了对方的这种 正常的进攻的节奏 单截让伊朗队得分 还没有到两位数 是 目前单截拿了9分 真的一截比一截打得好 好 枪投三分 好球 这个球投的真硬 单阶对方12分 中国队领先15分结束了三阶比赛 稍微休息 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最后一阶的教练 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在沈阳 后面还会有两场 这个高学员跟李元宇之间的一个配合的失误 机会也出来了 那么传球方式的选择 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第一场队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剩12秒 做一次掩护 整个前面给予他们的压力 以及节奏的这种破坏 是非常成功的 漂亮 这一圈 看2米10啊 这个移动速度 以及刚才移动的这个位置 我非常的恰到好处 我看到在前面比赛表现出色的这个独潜 包括 哦 长林都没有在场上 这个阵容啊 真是 非常的年轻啊 好 长林回来 任正非应该是今天中国队中效率最高的 13分 这场比赛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这场比赛至少到目前为止让我们还是对这些球员的表现 非常棒 对 尤其是在场上表现出来这个精神面貌 防守端 嗯 非常棒 本身 伊朗队的世界排名就比咱们要高 对 高速了 再加上现在咱们其实是 可能连半程的这个 对吧 就是一半的这种国家队的 这种实力可能都 不足 在人员的配置上 因为现在已经分成了两支球队 而且大面积的实用性 对 这样呢 其实确确实实是有很大的这个难度 而且就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都十人轮转啊 确确实实伊朗队从整体实力上来说 要比这支国家队可能只强孤陆 对 所以 目前看到这些年轻球员的这种表现 然后我们 还是非常满 而且这场比赛 都宫指导其实在后面 应该说是大面积的使用了很多 在国家队当中绝对是新人 对 绝对是新面孔的这些球员 就是之前没有任何国字号的 这种经验的球员 对 刘宇轩 哎呦 进了 你看都宫指导真是爱将啊 投进了之后 在场地边去拍一拍 他的这个 给他一个鼓励 嗯 其实刚才那个球第一机会 他还是稍显信心不足啊 但是一看防守人还不来 你再不来我就投了 对了 哎呀很果断 他的投篮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 嗯 确实刘宇轩这名球员 16年在U17国家青年队 他应该都不是正选 因为当时那支球队里有 蓝队的朱镕镇 嗯 那么后来我们大家 也是朱镕镇 也是直接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 那么我想他在这一支 两支国家队的好处就是 那么你进到那一支 那么我可以来到这一支 防得不错 跳位率相当高啊 非常的积极啊 整体轮转做的 应该是大家用自己的积极性啊 去弥补了一些防守上的这种瑕疵 马拉米过去就是 执意要求你看一下录像回报 好不好 你可以去看录像回报 还没有从CV连载列走出来 入戏太深 我可以去看录像回报 看下来 这是刘宇轩用自己积极地冲抢 让中国队获得了一次球权 好 球迷我们今天来的是大吉大地 金本送礼 好 球迷我们的同胞别相对的大名后 网络我们准备 网络我们的今天就不得了 这座又是任俊飞 欠场篮板 轻输原辈 这座又是任俊飞 欠场篮板 轻输原辈 老师 老师 好 那么比赛中呢 好 第二个最终进到的金台红的 明天宇宇 来 第二个 loyalty 我们的对比赛中 打出来 赛中了 耶 是谁呢 好 谢谢 对 恭喜这对于小朋友来 对 还有这一部分 好吗 好 恭喜一声大乐部 或许指示 区域 厉害 好 好好 好 宣众 保重 厉害 福费 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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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保重 回降下 午前也得换下打击休息 我们现在场上能得 阵容是越来越年轻 分差足够大 现在高尚又回到了三号位的位置 这场比赛其实真的是以热身训练 锻炼年轻球员为目的 没有想到能打出一个这么大的分差 有可能想到伊朗队如果按照惯性思维来讲 那么我们可能 会落后它 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这也是比赛的魅力 畢竟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球队 我们说就是就是在这支蓝队当中 可能很多主打的一些球员 也在这场比赛当中 并没有真正上到场上 对金秋陶汉林 这么一批球员 他们也都并没有要出现在场上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 可能要更多的去休息 对 因为毕竟刚刚CBA的我们说这个比赛 结束的时间也并不是那么的长 没错 那么对于打了总决赛的这批球员 或者说至少半决赛打了的这批球员 很多都是要去再调整休息一下 不会让他们再打更多的热身 而且很多人都已经有足够的充分的这种经验 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 上场的就是大部分 你除了余德豪无钱 这样是在国家队当中打过相当多时间的 很多很多球员 我们说易建连 郭艾伦 里根 韩德军 周鹏 曾利用俊 赵延昊 刘晓宇 甚至没有出现在比赛名单里 我们说两支国家队 我们说半支国家队的半支国家队 四分之一国家队 只能说是半支国家队的半支国家队 因为现在很多的最为出色的一批 或者说最为成熟的一批球员 正在休息 正在调整 对 但是今天真的是这样的 年轻的一个国家队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敬严的表现 让我们也是 我觉得个人我们目前感触很深 就是前几年联赛 我们似乎联赛跟国家队 是走入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关键时刻都是外园去处理球 国家队的成绩在日益下滑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姚主席来 那么双国家队的这一个举措 力竿见影 真的是这两年我们从国家队到联赛 年轻球员到国家队的历练 然后回去信心提升 在联赛中非常出色的表现 再回到国家队 我觉得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相互的述境 对 这也是我们期待希望见到的这种场面 对 也还有经验 目前在场上你看场上这个进攻节奏 对 把握的是非常的好 对方的这种二二一对于中国 南篮的这批年轻小伙子来说 丝毫没有造成压力 有条不稳 换防之后的小打大突然的急停跳投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 前场篮板 耐心高尚其实刚才可以投 但是这个 对于整个比赛的阅读 那么做了一个传球 是非常的恰到好处 走步了 虽然进攻 陶寒林上场 养见一个好的球 用下来 汇丹 帮助 湯 通夺 就是让陶寒林找一找比赛的感觉 活动过来 这样的话 这场比他11个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几乎是全员轮转 将冠军地球 冰冠军 感觉陶安林似乎 体重长了一点 看着体格长了一点 比联赛期间 这边伊朗队 还是打出了一个8比0 有什么样的 漂亮 这是围绕吴前的一次 机会打出来了 漂亮的脚步 改判了吗 原以示意这个球应该是 你看看下半动作 对 是被盖出去的 被伊朗队盖出去 这是任俊飞 今天的手感真的是 第二次点进去了 第三次 非常的积极 内外形又换人 不错 伊朗队的手感在恢复 对 达巴拉比达右手突破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 参加本领 这个球出失误不应该 稍微有一些急躁 要投进了 可能要强行 这是可能要去调整 对 差11分了 是 得说对方这一段时间 打了一个13比2 就是任俊飞的一个前掌篮板 打了一波13比2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 你要的 还是要保持持续的投入和专注 对 就确实分差这个时候很大 达到了22分的分差 对 还剩7分钟的时间 对 还剩6 7分钟的时间 但是你不能放松 对 你一放松 你要知道对方是真老虎 确实 你真的把对方从这个老虎笼子里放出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 那你是很难控制住 很难再去压下去 对 对 其实对方也始终是没有放弃 我们看到打进球之后这个防守的变化 一旦你让对方看到机会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这就是年轻要成长的这个过程 对 可付出的代价 领先的时候 打逆风球的时候可以 咬着牙去拼 打顺风球的时候 怎么样去跟对手 去把这个节奏控制好 也可能是顾峰指导刚才故意的 人员的轮转 热身赛 如果是分差更接近 对于球员的这种力电 对于他们的成长帮助更大 散平之后 对 就利用这种传导球 其实他这个全场区域防守 最害怕的就是在后场两个人 保持平行 球从一侧转移到另外一侧 整个他这个防守的阵型 都要去根据球的转移而调整 这样传导两侧 其实他这个横向的移动 对于对手的这个防守 那个体能消耗的是非常大的 这有不先的突破 这个次分位 被打下 现场这唱的是什么歌 我就知道 我相当之好奇 一般这种情形啊 只有在欧洲欧冠的篮球赛场上 能看得到 对 能听得到 就突然现场开始歌声嘹亮 我把这次 这个篮下空位 还是被中国队这个低级的轮转 最后弥补了 这个犯规不足了 还有十分球 拔进了的话就是个位数的差距了 还有十分球 拔进了的话就是个位数的差距了 还领先9分 2分30秒 依然是分场上手 漂亮 好 看这篮下 鲁文宇连续两次犯规了 我对应该还是要准备对手发进球的这个防守 有变化 篮板球 还有一个牛角 好高伤的积极拼抢把球点到了李元宇 在篮下李元宇手里 利用牵上篮板 拿下了两分 阿拉米也是叫一个挡拆 又是不到了李元宇的犯规 中国的奖 那还是全场 对 其实传到球 传球动作显得太不够隐蔽了 陷阱失误 对 跟他打条就要再打一个 今天人军飞打的是真不错 对 尤其是这次的进攻 我觉得有点这种非常有把握 这个球打得很有信心 积极 对 十三分 一分零七秒 好 终于我们的部分 我们再次团队别打开 好 那么接下来的是七分的时刻 好 那么过程 我们以达里头的军队手 我们以达里头的军队手 你以为能够起死的话 你们来 起一脚了吗 好 能够起死的话 来 起一脚了 起一脚了 再起一脚了 这种长船的快攻发动 这是我们希望很多的去看到 就是面对对方 全场紧闭的时候 一定要把头举起来 把头抬起来 然后就是不给对方 想三分 我们去出场 肯定飞行赶到19分 此前16分 人与十分 这场比赛中国队利用积极的防守 所以一场队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在进攻当中也可以说是真的是里外开花 里边有人军飞 外边有无钱 逃拳掌 冲到球 过到半场之后就不要再去急躁 这时候就要去压一下节奏 用一下时间 用一个挡拆 漂亮 无钱 这一次进攻节奏的把握非常是恰到好处 我让巴赫拉米抢头一个三分 十一分的分岔 插中这个时候去接应 到了半场以后我要去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稳定一下情绪 这样的话中国队应该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7比6分 最终的比赛定格在了77比66 这批年轻的中国队队队员 这场比赛还是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惊喜 对 我们期待让我们更好的成长 这场比赛就已经转到这儿 再一次感谢联约峰指导带来的精彩电影 感谢你们收看 再见 再见